第十三届世界主教会议圆满结束 教宗指出移民享有不可剥夺的完全的公民权 美国教友网上发起为中国孤儿筹款长跑 万民福音部部长发表信息向中国表达善意 欢迎收看教会透视,我是你的主持郭兆辉 教宗本读于10月28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感恩计 为第十三届世界主教会议谢幕 来自五大洲262位参与会议的神长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中表决了58条提议 并将这些提议成交给教宗 作为他日后发表宗座劝狱的参考内容 10月26日大会一致通过了《告天主子民书》 文告指出,全球化是传福音的机遇 要注意移民现象、霸权政治和国家的危机 教会和社会应该尊重人的完全尊严 保护在男女婚姻基础上的家庭 支持家庭的福传 文告强调,唐区是福传不可缺少的中心 但是,新福传的前景还广泛涉及其他领域 特别是新传媒 当中交错着种种疑问与期待 此外,科学界也是信仰与理性交流的场所之一 最后,文告鼓励世界各地基督信徒 特别向亚洲基督信徒表示鼓励和劝告 2013年1月13日将举行第99届世界移民和难民日 教宗本读在10月29日发表了主题为《移民、信仰与希望的朝圣者》的文告 文告强调,当今数百万人的移民因经济危机、自然灾害 战争与社会动乱而离开故乡 他们满怀信仰和希望,踏上迁徙的旅程 但遗憾的是,移民过程成为求生的受难地 他们成为更弱势者,基本人权被剥夺 教宗重申,迁徙是基本人权 而留在故乡故土生活的权力更不可被剥夺 为此,教会积极接纳移民、伴随移民、难民 逐渐融入新社会 但教宗也警告说,对待移民问题要避免落入慈善主义的危险 必须要促进真正的社会整合 使移民能够拥有且行使完整的公民权和义务 积极且负责地为他人益处设想 美国一名母亲在网上发起中国小花虚拟五公里长跑活动 以引起人们对中国几百万名孤儿的关注 发起人凯蒂·莫菲说 我想当你们看见这些孤儿需要 而天主一次感动你时 你就应当受招去做一些事情 该计划是由非盈利组织中国小花 于95年创立 致力于未有医疗需要的孤儿提供照顾 运动员可以在任何地方完成五公里长跑 所有收益将会直接交予中国小花 如果想要知道关于中国小花的详情 请浏览网址 3w-china-littleflower.org 万民福音部部长斐洛尼书基 以教宗本读致函在中国的教会 五年后的反思为题撰文 向中国政府和天主教徒发出信息 表达教廷期盼能与中国结出和谐与平安的果实 书基仍然着重以教宗07年的穆罕为基础 也没有回避提到中国天主教徒 在国内面对的困境 他在信息中提及 近年中泛之间出现的三个绊脚石 包括政府对教会的控制 严格控制主教任命 以及非法主教参与合法主教的祝胜礼 但是大陆一名获得中泛双方认可的主教认为 政府宗教部门对教会与圣座根本不放在心上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想真诚对话或沟通 另一位不获政府承认的主教说 真诚的修和与对话是好事 但问题是真诚的人太少了 在文章完结前 书基仍然抱正面的盼望 指出教宗的穆罕正等待一个回应 在报道完结之前 有一则本地唐区消息 多伦多加摩圣母堂将于本年11月10日 星期六晚上7点半 于圣堂举行回响四五青年四月筹款之夜 庆祝建堂145周年 及华人堂区45周年纪念 善款将会用作圣堂复原修善之用 当晚音乐将由Sneak Peek Archester交响乐团 及郑千杰负责 这次报道到此完毕 多谢收看 下次再会